县府为了维护学童午餐饮食卫生 卫生局是特别抽验了十家国中小的49件午餐菜肴以及食料 包含了检验大肠杆菌以及防腐剂等等 尽管结果是符合规定 但卫生局还是提醒业者落实自主管理检验 以维护学生的用餐安全 针对学童营养午餐的饮食安全卫生局首波抽验 十家国中小学的午餐菜肴以及食材 总共49件其中39件的午餐菜肴 检验大肠杆菌群 金黄色葡萄球菌以及仙人掌杆菌 另外实践的食材是检验是否含有防腐剂 结果都符合相关规定 9月份已经抽了49件的检体 有39件是我们针对午餐的菜肴 主要是验一些大肠杆菌群或大肠杆菌 另外也针对实践的原物料 也做了相关防腐剂的检验 这次的检验所有的49件全部都合格 其实我们验这些东西 例如说我们在做午餐菜肴 用大肠杆菌群来去做一些监测 主要是了解说食品也没有做一些污染的监测 或是说它的午餐自备了整个卫生状况 虽然这个大肠杆菌群 并不是我们食物中毒的中毒菌 但是可以了解到说在整个制程的卫生 产品的整个卫生状况的优良状况 或是有受污染 所以我们这次在整个看起来 整个午餐的厨房的机场 也是都符合我们相关的规定 新冠检验结果符合规定 但为了维护学生的用餐安全 卫生局还是提醒业者 多采用在地以及当地的食材 选择有机认证标章 或是幸运良好的店家产品 落实自主管理 其实在这里我们也是要呼吁 我们的这些午餐业者 还有我们团餐公司 其实在整个采购所有的东西 我们也希望能够采用当季 或是当令的一些我们在地的食材 那另外就是说在买这些东西回来 其实要掌控它的品质 所以在验收制度上面 尽量能够注重它的新鲜度 还有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很推崇的一个三级品馆 在一级品馆 业者自己一定要做好 自己的管理跟检验 那我们也希望它的作业场所 在查合的规定里面 要符合我们食品良好 卫生规范整整 我想这样子大家共同来 为我们的学校的午餐 做一些用餐安全的一个把关 另外卫生局强调 11月还会持续抽验 学校营养午餐的菜肴以及食材 并也在卫生局的网站 公布检验结果 请家长以及学生放心 一类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播到